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台語蝶這間妳店會來嗎 對啊 我們都來這裡 走便當 走便當 這裡這裡這麼多錢 妳怎麼走 你怎麼走 沒有辦法數 從住在這邊 住這附近 都騎機車啦 大概那五分鐘 可是妳建立的地方 妳建立有點遠 因為建立的地方 是我可以順便回去看媽媽 在我來這裡 那這一間是妳心中的第一名嗎 應該是 你怎麼可以講 他如果是第二名 那對 而且你看他後面 他不是開玩笑耶 那邊那隻火雞有沒有看到 這麼說 如果是健身的人住家也不錯 對不對 對啊 只有家裡要怕 有火雞又要換人 我幾乎都外在 然後因為他排隊的人很多 所以我都先打電話 然後請我先生來哪 但是老闆知道 然後我跟他講切兩百塊肉 兩百塊 他就知道那個數 你覺得他最特別是 他的肉很好吃 親切 對 我們家這附近比較親切 所以我們喜歡吃 你的 然後湯的米飯很好吃 粒粒分明 米飯 米飯 米飯跟肉 對 這間米粉嗎 不是 很好吃嗎 沒有 是真的 中午的時候常常來這裡 帶便當 是 所以你們問你 我就想到這家 這是真的 生活 生活 對 生活的時間 所以這一次米飯準備好嗎 對 他有電 他都打電話來電 我都打電話來電 你們電開多久 四個 六片歲 聲音很好 對 我都打電話來電 麵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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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們就 補個便當 那豆雞是怎樣 這個再包幾分 怎麼會要吃 對 他怎麼吃 我們怎麼吃 好不直接算 好想吃喔 為什麼夠 好不好 我們先測 等到便當拿來 我們吃給大家看 來 不是我們不是在店裡面吃 因為店裡面稍微小了一點點 而且人家聲音這麼好 我們就不要愛到人家了 但也是因為這樣 你看 我們可以在公園裡餐 在公園吃雞肉飯 好浪漫喔 欸 你看是國外耶 你看這裡都沒的啦 就很涼快 他都切那個雞腿肉給你 對 因為我通常也都是買雞腿肉 其實他可以吃店 好吃 那便當裡面 很甜 很甜啦 你慢慢咬 他甜度會一直慢慢 一直出來出來 越咬越點 對 來嘉義喔 沒有吃到火雞肉 好像就沒有來嘉義 真的 然後你看 這是雞爪 一隻而已喔 不是一整隻喔 火雞的雞爪 他手指跟我差不多長 又還長欸 你都愛吃雞爪的人 這個火雞雞爪 你不要 有機會就來吃 因為說真的 你有吃過火雞雞爪 沒有 你有吃過嗎 沒有 我們一般都吃火雞肉飯 很少吃到雞爪 是 對不對 我以前就來想說那火雞爪好吃 好吃 好吃 待會兒你可以試試看 來 接下來 吉亞說 他的飯很厲害 有 他那個飯真的很好吃耶 我喜歡他的雞油 他雞油超香的 雞油滿滿 你看這個飯超讚的 他那個蒜的醬油 蒜的味道 很甜 我比的都拿醬油加飯吃 他不是那種做很久的那種 他可能就是開店前直接做 所以那個蒜的味道沒有因為鹹路跑掉 那個嗆味還在 他肉的顏色不一樣是部位 雞腿肉是黑色的 所以上次我就看到有個客人說他要銀色生的 其實他不會講那個是雞腿肉 可是我覺得他雞胸也很好吃耶 誰會想到 我們本來只是來找一下看一下 吉亞怎麼做建立 現在坐在公園在這邊吃雞肉飯 天啊 好好吃喔 而且公園吃真的很幸福 這個我們從這個山莊的阿伯那邊得知 這邊這一區是有一個叫阿祖阿 這個阿祖阿 他在我們廟旁邊找 我們沒有 我們直接來這個釣魚台找他 你是阿祖阿嗎 對 這位水貴魚都在釣魚 我們現在先不是要來釣 因為他們這邊是有補牢 所以他會放這個丸子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直接要朝這個定式丸子的方向 然後 好好吃 他們會抓到什麼 原來水庫裡的每一條魚 都是大埔鄉的公有財產 所以不是任何一個人想吃 就可以隨便來捕撈的 而這位傳說中的阿祖 就是代表官方 處理所有水庫買賣的負責人喔 你可以明顯看到這個 這個在這份水庫上面 有這些寶特瓶 有沒有 七個應該就是這邊吧 待會 待會是從這邊把這個拉起來嗎 對會從外面 從這邊拉起來 對 然後收到後面去 喔 所以從這邊你拿一個 然後船就繞到那邊去 然後就把它拉起來 對慢慢收 慢慢收 這邊有一隻 有一隻屌在中間 有沒有 不在上面 喔 阿這卡在那裡 你會有一個撞去嗎 對 我會不會死 我會不會 你會不會白夜 白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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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跟大頭捏又不一樣嗎 差不多 這比較好吃嗎 對 死掉了嗎 沒有 它裡面都淡了 你看 喔 這這溫水庫的 為什麼都這麼大隻 這還小隻 這還小隻 這四、五、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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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這隻很大隻 這裡面還有蛋喔 還有 還有嗎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有 總筒魚 總筒魚 那你就看有 有兩隻耶 還加垃圾魚 這是總筒魚 你直接拿出來 這是總筒魚 這是什麼 這叫什麼需要魚 對 沒有啦 說到這總筒魚不錯 是什麼 價錢比較好嗎 這樣嗎 這樣嗎 對 你可能會覺得很好奇 水庫魚怎麼都這麼大 其實水庫在新建完成之後 為了保持水池的捷徑 會放養各種專吃水藻的魚群 你想想看喔 環境好 吃得飽 當然隨便抓一條 都是大魚嘛 今天很幸運喔 捕到我陰陰期盼的水庫魚 趁新鮮 趕快請主廚來示範 在地的砂鍋魚頭 它...它...它怎麼做啊 是 辛苦的捕到了這個 所謂的大頭簾 現在就是要來處理它 大埔這邊的名菜 沙鍋魚頭 是不是 這是剛剛那隻嗎 不是吧 這是... 聯魚 這是聯魚 水庫的聯魚 這是妖精吧 大的還要比這個更大 還比這個更大 還比這個更大 這個大概有幾斤 這個大概是27... 27%左右 27%左右 它大的話就是... 身體會比較寬一點 長度差不多 長度肉就差不多了 一定要這樣就對了 好 這是妖精 像拍得快 很重喔 所以我們的砂鍋魚頭 你該不會告訴我 就這樣子 然後這個魚頭做砂鍋魚頭 對 沒有錯 我的媽 大概是... 三分之一吧 它的頭部帶一點身體啊 三分之一的頭部這樣子 半隻 做一鍋 所以如果說你從這個這樣切過來的話 你那個砂鍋應該是可以泡澡用的那個 對 要大鍋的 要大鍋 對啊 該就是... 應該整個人泡進去泡澡這個 好 那你麻煩幫我們處理一下 好 沒問題 沒問題 請就位 好 謝謝 你要...你不是要做砂鍋魚頭嗎 你不是說從這邊 為什麼要這樣切 因為我要把它等一下要剖半 還要再剖半 對 要剖半 好 好 所以待會兒砂鍋魚頭只有半顆頭 對 半顆頭 好 我以為是一顆頭 那一顆頭就有點大了 好 直接頭就這樣砍喔 你不這樣砍的話你砍不掉 你可能要退一下喔 我已經被噴倒了沒關係 你可能要退一下喔 你看人家吃牛排嘛 笑什麼 我認真在錄影在笑什麼 你剛開始在碰到這個所謂的聯魚頭的時候 你沒有覺得很懊惱怎麼弄呢 剛開始的話真的是好像是... 跟它搏鬥耶 對 怎麼在拚命 人家一般 真的是騎著魚啊在殺魚啊 騎著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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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著魚 你講話太浮誇了 騎著魚在殺魚 你來騎一次給我看 真的 這個是整隻放在地上啊 這樣騎著這樣子殺 地上 不在桌上 為什麼 太多 量多 大 你這個在桌上你沒有辦法處理 好... 那我現在就把它切罷了 好... 我這個真的要學這個很麻煩 好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一份 這樣子就是一個沙鍋魚頭的一份 對 就是一份 對 就是一份 我的手啊 我的手這麼大 這樣一份 接下來我們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我們會把它 稍微醃製一下 送下來這個辛香料稍微醃製一下 然後說下去炸 它還會再噴嗎 對 不會再噴 那我就可以把這件拿下來 等一下會油噴喔 那我再把它倒掉 好... 好... 說到吃蓮魚啊 大家最怕的還是它濃濃的土味 所以在清完血和內臟之後 主廚使用了鹽 蔥 蒜 稍微醃製的步驟 就是要去除土味的重要關鍵 而鱔魚啊 因為有肉質的特性 在炸的時候 還要注意維持高溫大火 每個步驟都有每個角度 但沙鍋魚頭最迷人的地方 依然是沙茶湯底 跟著炸過的魚頭 慢慢熬出來的濃郁滋味 唉唷 說得我都忍不住了 主廚 我們趕快上菜吧 那麼大 一段現在在這邊 這個就是大浦這邊最有名的沙鍋魚 對 沒有錯 它原因是因為蒸溫水庫 對 在蒸溫水庫的蓮魚 可是這個需要時間煮對不對 對 這個丸子啊 我們這個沙鍋魚頭裡面 都沒有任何的加工食品 只有這個丸子啊 是用蓮魚的肉 這是蓮魚肉做的 對 蓮魚肉做出來的 這個魚肉下去做的 我們自己手工做的啊 當然沒有任何的添加物 雜實喔 沒有任何的添加物 它是一看就是那種不規則 就是手工出來 不是那種雞心弄出來一顆一顆 已經可以了嗎 應該可以啊 應該OK啊 它不是要煮得軟嫩軟嫩的這樣 你看 你看 你看這個 你看 就是這個 喔 我跟你說 它有沒有土味一吃就知道了 要有土味的話 這一塊是比較有機會會有的 為什麼 因為你看它上面有些 深色的地方 有沒有 如果說你那個雞血沒有清乾淨的話 吃起來土味就比較重 對 那這個如果說 你沒有清乾淨 一炸完之後 它在煮的時候 這土味就煮到糖裡面去 那這一鍋就完蛋了 對 對不對 對 好吃 軟嫩 這個就牛肉的角度來說 就是肥瘦殘板 帶筋帶肉 在嘴巴裡面 下到裡面去 你可以感受到那個 那個肉啊 然後它就抿開 抿開之後 滿嘴充滿魚油 在你嘴巴裡面開始跑 砂鍋魚頭最開心 就是那個最後 那個湯在你嘴巴裡面這樣 這個湯汁啊 我們也是用上湯下去 下去調製的 整隻雞 跟整塊的瘦肉啊 煮出來的高湯 實在 因為我覺得砂鍋魚頭 是一個高菜 油炸的那個油香味 再跟魚的魚味 一旦進到這個湯裡面去的時候 我跟你講 你只要拿白飯 哇這個湯就可以吃好幾碗 你們這個真的是 一點土味都沒有 吃鯉魚 如果吃到土味 那是人間悲劇 走一趟這個大埔 你會嚇一跳 光是我跟你講 光是這一鍋 我剛剛還沒錄之前 我就是在想 下次有機會 就找朋友來這邊 光是這一鍋 吃一吃 就心滿意足了 既然講到肉啊 是不是 台南的牛肉我們講了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這個肉呢 也是一定要介紹的 看我這一身的裝扮就知道 老闆 你好 你好 這是這邊養殖場的老闆 你怎麼稱呼 我姓蔡 蔡老闆 對 好不好 我們該接開這個神秘滅殺了 究竟是什麼肉 來 開門 其實很少幹嘛那麼大一圈啊 是的 就是他們 你們 當老闆 這是火雞嘛對不對 對 你可以告訴我為什麼這臉色 這個應該黑色還是什麼東西 那是我們以前的土火雞 現在是美國進口的 這是美國的 對 這個是美國的 對 這個是美國的 對 我想跟大家提的就是 雞肉飯 說到嘉義雞肉飯 在全台灣 就像永和豆漿一樣 不管你到哪個鄉鎮 只要是雞肉飯 招牌上多少都會有嘉義兩字 而火雞肉飯 在嘉義市區密集的程度 就跟手搖飲料差不多 大概兩三個街頭就可以看到一間 究竟火雞有什麼魅力啊 可以風靡整個嘉義 今天我就帶大家 從養殖場調查起 這個日本人形容它是 你看它的頭顏色有沒有 好幾種顏色 我跟你講 張老闆 我實在是很不願意這樣講 我姓蔡 對 蔡老闆 蔡老闆會嚇到蔡老闆 是 有一個小小的請求 因為我們在錄的時候 沒有受訪者就怪怪的 但你是受訪者 但因為今天主要是火雞 對 要不要抓一隻來 OK 我說你抓一隻來 對啊 我抓一隻來 真的喔 還是你要抓 好 OK 這個就是 其實我們在錄的時候 最老是就這一塊 你看什麼最怪 他都不能看 這個是他們的氣腦 你知道喔 你知道喔 我們也通的 氣腦 他有在身體是不是 沒有 沒有 他身體很健康 氣腦 你說一般是我已經吃氣腦 對啊 他這個氣腦 他會吃腦在動 對 那個肉 就像我們肌肉一樣 有在運動 那個肌肉就很麻煩 可是一般 其實我已經不是整隻拿去烤啊 或是 那個是母的 母的烤 公尺沒有烤 公尺太大了 烤起來不好 烤箱放不進去 對 這個是成年的嗎 這個還沒 成年 比這個還大很多 比這個還大 這個還算小的 沒有 他放開他就這樣走 對啊 他就不理你了 他就看他自己走 他現在叫這個什麼聲音 為什麼要叫 對 只有公會叫聲了 為什麼要叫成這樣 他就是 好像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他就有一種黃衛線 真的喔 我有什麼方法可以讓他叫 我喊一聲他會跟著叫嗎 可以啊 你喊一聲 沒有咧 應該 沒有 你把他吹口罩看看 吹 這樣 對 太小聲了 沒有用嗎 換我來 好 來 我才剛開始一瞬間 叫你說一這樣 馬上就有一聲 沒有用 笑聲也會 對 他也聽到 對 對 對 是你說這是米國 對 這是米國 米國 問題你會不會覺得很有趣 從以前到現在 這麼長一段時間 整個台灣講到火雞肉飯 好像只有嘉義在吃嗎 現在比較普遍 可能就是會講到嘉義雞肉飯 就是火雞肉飯 對… 為什麼 因為剛開始起源就是在嘉義 火雞肉飯 起源是在嘉義 為什麼 因為以前嘉義有一個水上機場 機場 機場有美軍 對 美軍他們過來 他們只會吃這個 那個 烤火雞而已 對啦 感恩節 我還要來吃烤火雞 對啊 後來是我們台灣人 適合我們的口味 對啊 我們有滷肉飯 還有雞肉飯 雞肉飯就是火雞肉飯 對啊 後來就 慢慢演變成 身為一個生活觀察家 如果你仔細的去研究 一個地方的飲食文化 就會發現新奇好玩的事情 親自來到嘉義的火雞場 才解開這道幾乎與滷肉飯 並駕齊區的火雞肉飯的 要使用火雞肉 你說啊 除了體型大和雞肉的口感 有什麼差異嗎 我們上桌就見真章了 說到大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火雞大 對 但因為火雞大 所以我們必須要比較大的空間 這個是蔡先生他們以前 最早的事業 對 以前你們在做竹籠 對 做編竹子 可以看到那邊 有沒有 這個叫做竹籠 雞籠 那個 雞灶 雞的灶子 雞的籠子 對 你以前做這個 對 你覺得我要先吃什麼 先吃都可以 這個是 先吃什麼 那個炸的那個 鹹酥雞 鹹酥雞 把它吃看看 非常好 它是生的沾了下去炸 對 火雞肉不是比較硬 這樣剩下不會硬 不會啊 吃起來 口感蠻好的 這個就是雞胸肉 其實炸 其實嚴格說起來 如果你們又講火雞 大家只會以為是雞肉 對 沒有說硬 要讓你硬這樣弄火雞 好像纖維比較粗 吃起來比較柴 對 特群材料吃之前 你聽到火雞之後 第一個反應就是 火雞腸比較柴 對 尤其你剛剛說這個是 火雞的雞胸嘛 對 對不對 但是吃起來完全沒有 它真的是咬起來的時候 就跟一般我們在吃的雞肉 對 然後接下來 這個是什麼 烤雞的雞肉 對... 可以用它沾嗎 可以啊 有人這樣沾嗎 很少 我就是要沾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香耶 你很香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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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是它 對 火雞腿不大 我本來希望是公人 我們就會就講究一下 火雞腿 雞腿喔 OK 雞腿喔 雞腿不大 皮臉大 這太大隻了吧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嘿嘿嘿 嫩 嫩喔 嫩 皮喔 皮超香的 很多人吃不吃雞皮我也不懂 為什麼那些你來想問 皮不一樣 肉還算差不多 有稍微粗 纖維粗一點 但它那個軟度還是 但是皮不一樣 它比較那個一粒一粒的雞皮疙瘩比較明顯 放在嘴巴裡面 那一粒一粒的雞皮疙瘩 就算你舌頭那麼黏黏過去 也好啦 這一道道火雞肉料理 著實打破了我對火雞的印象 雞腿的口感相當意外的鮮嫩多汁 而且沒想到 連雞胸肉也軟嫩不柴 燉湯的口感也表現得相當優秀 真是令人驚豔 另外 要把火雞部位吃好吃滿 就不能漏掉老闆剛剛提到的夢幻部位 氣囊 這裡原來是公火雞胸口前的一塊皮 專業的吃法就是直接汆燙後再冰鎮 這到底是什麼口感 氣囊 對 對 其實就像雞皮的吧 對 只是比較厚的雞皮 對 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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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什麼 因為它有在運動 脆的 因為氣囊自然在動 它在降的時候就 就動動動 這樣我們肌肉很發達這樣 這個吃的有點慈窮 這個脆怎麼形狀 很少有脆種脆感 這個老爹的人才會吃 它其實有點像松阪豬肉感 它的牛口感 有啊 有一點點像松阪豬 比較肥的松阪豬 對 比較肥的松阪豬 然後咬起來的時候它那個雞油在嘴巴裡面 一咬就很香這樣 Q軟當中突然帶一個脆感出來 對 這是很特別的口感 那一般人家吃不到這個東西吧 一般年輕人現在比較不會吃的 如果火雞肉飯有 你是要有成熟的工的才有 這個如果說我現在觀眾看來想吃 要去哪裡吃 可疑不可求 剛好被我遇到 這根本是火雞的夢幻異品吧 第一次將氣囊入口 就被它的脆嫩口感給驚艷到 真的想品嘗它美味的朋友 我建議啊 你直接下來嘉義 找一間火雞肉飯 當晚預定 隔天早上來吃 保證讓你不虛死刑啊 現在在剝的這個 我很常這樣剝 但這個你知道是什麼嗎 我不知道耶 既然你知道嘛對不對 什麼松阪 這個是 印加谷 印加谷 對 印加谷台灣有種 有 這個都是我們台灣小籠種的 以前 都是蜜蜂那邊有種 印加谷它其實跟橄欖油也像 跟褲叉油也像 對不對 就是不飽和脂肪酸的油 大姐妳知道 為什麼我找一個大姐來 你們一定不認識對不對 不認識 沒錯 她去年 在杜拜 舉重拿到金牌 不簡單 她是嘉義水上那個人 然後因為她呢 我們真是來拜訪她 她健身的原因是什麼你知道嗎 想要多吃一點 不是喔 沒錯耶 誰會知道說她因為這樣 她就突然 就拿到金牌 不簡單耶 不簡單耶 你看她的配色起來 蠻像椰子的耶 它裡面是白色的 印加谷是有微量毒素 所以我們就是 手工剝殼 微量毒素 妳它的毒素在殼嗎 這個裡面 它有皂乾 它會不會 我這樣剝一剝會不會中毒 不會啦 你不要生吃就好 我們如果沒有處理好小的 我們也會 那個我說的 土白毛 這真的假的嗎 真的啦 不要假的 這樣不要弄給我們吃飯 沒有 這就是我們要處理 要怎麼處理 我們就是說 我們背後 我們就是用CO2萃取的 喔你們是CO2萃取的 對 有時有量有多聞 CO2萃取 來跟大家介紹什麼叫CO2萃取 有一些金牛 它也是用CO2萃取 是齁 它不能夠直接練 它不能直接從它的植物萃取的話 它要用比較 比較高成本的方式去 對啊 所以這一般也沒有辦法自己萃取 傳統式的壓榨的話 那個就是 它的水分啦 它的毒素啦 就 不乾 會不會 不會乾 我們吃不好 它這個果一年四季 都會長嗎 它是長年生 冬天的話 它是長年生 也是長年生 就像說很少 這樣 也比較短 比較短 裡面也是比較短 對啊 這個它這樣裂開的是可以用的嗎 我們都有分好豆跟壞豆 這個是好的 壞的 壞的 從外觀就可以知道它是好的 沒有 看不出來 還是要噴出來 這個是壞豆 黃色的 黃色這個是壞豆 這個是有 這個就不能用了 這個不能吃也不能用 炸油都不行 這就是有黃色毒素 所以我都用秋冬去爬 阿嬤 阿嬤 他們都會跟好豆 壞豆 都會跟我們分開 大姐妳知道 這隻是在弄螃蟹殼嗎 對啊 妳都很聰明 因為 以前 我常常說話 這也是用說話的說 不過 我廟業 我如果說話就 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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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沒辦法我就去找 對 一切就做 不錯 對啊 所以說 姐姐 為什麼我會帶妳來這邊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對健身來說很好 我們剛剛去了番茄園 番茄園是地中海豬食 這個是南美那邊 它是秘乳那邊 很有果物 好 當然妳也可以吃苦茶園 也可以吃乾燃 但硬加果油是非常好 對啊 因為我今天去找它 它難得可以供出來 所以我今天要做一個 好吃的健身餐廳 對 所以我們去採訪林昌雞 我們也找了這個番茄 接下來就是硬加果油 好吃 對 所以待會兒要煮一頓好吃的果 妳也可以一起吃 好嗎 我也有準備 我在打個什麼 姐姐妳要倒三個月 沒有問題 妳正想妳要吃飯的 姐姐 我開個玩笑 不要那麼介意 嘉義地區的硬加果油果實 是採用人工剝殼的方式 新鮮形狀的外殼很堅硬 要剝開來還真的是挺費勁的 這個來自命局的硬加果 富含非常豐富的 不飽和脂肪酸體維生素 而且台灣的日照充足 氣候是非常適合栽種喔 這個可以理解 這個可以理解 這個是有加進加果油 對 這個 這個可以沾醬那個 沾醬加果的油素 對 肚子餓了嗎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持續鎖定 詹姆士的速度料理 吃飯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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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